副局長 我先跟你確認一些資料 在上個禮拜4月13號 我們跟貴單位要的 就是你們105年3月25號 在馬來西亞就是有查獲 就是在上禮拜六送回來台灣的這些人 在4月13號你給我們辦公室的資料 就是說4月15號要遣返 就是在上個週四委員會質詢前 就已經確定的訊息 我想請教說 這個是刑事警察局的作業 法務部這部分 或者是說其他相關的單位 就這個遣返事件有做什麼樣的準備 或者有什麼樣的情況可以來跟我們說明一下 今天知道 那問一下長官 我們那什麼時候接到那個電話說知道馬來西亞這個人 也是當天 對不對 13號 不是遣返的天是前兩天 所以刑事警察局的資料4月13號給我們辦公室說52個人要在4月15號遣返 然後法務部也是在4月13號才知道 是 那4月13號知道是嗎那個副局長 對啊4月13號 那這個作業是確定4月13號才確定即將要在4月15號遣返 還是說之前就確定了 但4月13號才把這個訊息資訊給其他的部會 是4月13號知道馬上就通知 所以是在4月13號才知道也確定了4月15號會做這個遣返的程序是不是 好 我要詳細說明一下事實上到4月15號他本來馬來西亞那邊是說他要下午3點做決定 到底要送哪邊 所以他其實好像到6點鐘才確定說他要把這些人送回台灣 那沒關係啦 所以確定的時間是在那一天的 好這個部長我可以接受你的說法 只是說在刑事警察局4月13號給我們的資料是說預定105年4月15號遣返了 好那我現在請教那上禮拜遣返之後 警察這邊有做筆錄嗎 檢察官有覆訊嗎 謝謝委員 我們是在機場有做筆錄 但是檢察官沒有覆訊 檢察官沒有覆訊 那本案有檢察官指揮偵辦嗎 有4月13號就報請檢察官指揮台中地檢署 那所以沒有覆訊 所以在刑事在警方這邊那個做調查筆錄之後 你們也沒有任何的權限做任何的限制或者處理嘛 就只有讓這些遣返的人回家嘛是不是 因為事實上就是沒有犯罪直接跟比較具體的證據 所以根本就沒有辦法採取覆訊 這是你的認定嘛 那我只是想說我們的官員做了什麼事嘛 其實警察局你說檢察官沒有覆訊嘛 羅部長是不是這樣子 據我所知好像沒有覆訊 就沒有覆訊嘛 為什麼沒有覆訊呢 在今天早上刑事局已經就是把所有的資料去跟檢察官討論 說後面該怎麼做 那檢察官沒有覆訊 然後你們的新聞資料就說因為沒有任何證據資料 所以只好放人 那放人是刑事警察局的責任嗎 他的比如說馬來西亞那邊查獲那些機房的那些資料全部都沒有 羅部長 那個副主長請回 大概這個部分了解到這裡 當然這個也是事實的 終於人就放回來了 然後呢因為台灣沒有人告 所以我們只能放人 當然這個是你對馬來西亞事件 還有這個肯亞事件你的一個結論 就是還來不及向大陸調資料 那馬來西亞這件我們知道 可能4月13號才確定有一個遣返的作業 那在之前也不知道說到底 馬來西亞那邊會送大陸或者送台灣 那你就這個台灣沒有人告這個部分 你也認為說那我們也沒辦法做什麼事只能放人 這是目前我綜合你早上的尋答的一個意見 那我要跟你再來檢討 現在大概我們有三個事件大家比較普遍在討論 就是所謂這個100年這個空中監獄 就是櫃部的主任長官在《蘋果日報》也有做一個投書 他的標題是說應該是要重判 那我們來查一些資料來檢討一些分析一些資料 好這個案件就是在100年我們從菲律賓那就是人機一起帶回來 那這個主任檢察官也是說他負責一手指揮偵辦 那我們在他的起訴書上面看到他寫了 是金本檢察官指揮警方以國際合作模式 與印尼國警方交換犯罪情資 那他講的是這是一個國際合作的模式 那印尼國警方 協同我國警方在100年6月9號在上旨當場查獲 這是檢察官他主動指揮他有指揮偵辦 在這個起訴書上 羅部長你知道我現在要講哪個案子嗎 我知道 知道齁 這個案子裡面這個起訴書裡面我看到的兩個重點 從我的角度我看到了兩個重點 第一個 他是起訴詐欺未遂罪嘛 部長知道吧 細節我比較沒有去 這個案子夾官起訴的時候就是起訴詐欺未遂嘛 那第二個重點就是說 到他偵查 因為他有壓人 所以他大概只能他的偵查期限就是四個月 到他起訴的時候 他還是沒有得到所謂的被害人 在大陸的大陸方的被害人的一些 被被害的資料嘛 在他的起訴書也明白的寫著 本件被害人人數已被叫號碼計算 應遇千人 所以從這個假官的起訴書來看 有兩個 第一個是起訴詐欺未遂的 為什麼 因為沒有任何被害人的資料 那這個是停留在 那這個是停留在假官起訴的時間點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在地院判的時候 地院判的時候 假官還是沒有辦法提出來說 所謂被害人的這個被害的情況 所以最後法院他整個一個判決的一個證據的法則 他是依照被告的自白 還有相關的一些被告的自白 然後因為沒有被害人的 被騙榨取財物的這個資料 所以最後法院也是照假官起訴的一個求 求處的一個法條 他也是判詐欺未遂 那這個是說在一審判決的時候 這個司法被害人的資料也是沒有回來的 這是我們也可以確定的 判決書都看得到的 第二審改判 這個比較最重的這個是判了三年半 到第二審判決的時候 我們也是在判決書裡面看到 也沒有任何被害人的資料 所以最後的一個最終判決確定的結果 還是一個詐欺未遂的結果 這是一個具體個案 跟早上部長在答詢 其他委員你所做的答覆 有些是要個案認定 我們這一件是已經判決確定了 這一件也是具體的個案 那其實從這邊我們想要請教說 這個案子偵查到判決確定 大概將近一年多的時間 那從最後的判決結論來看 還是沒有任何被害人的筆錄 那我想請教部長就是說 事後或者說在整個案件的偵查 審判的過程當中 你們到底有沒有去跟大陸方 要到這個被害人的筆錄 是到底沒有被害人的筆錄 還是他們不提供 還是有其他的第三種的情況 這個具體的狀況 我要回去查證 這個案子已經確定了 這個當時在你們檢放認為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對那好幾年前 我都也還沒到法務部來 所以我想這件事情 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為什麼國際上在 那我們來分析一下 到底是沒有被害人的筆錄 還是到底就是不提供 我們要問清楚 問清楚 了解清楚 那你自己認為呢 這案子進行一年多 那你們照現在就是說 剛剛早上部長的想法 我如果沒有認為錯的話 你認為說法院在這個部分 是輕判的嗎 輕判的還有大家的意見 那社會有這樣的質疑嗎 我倒沒有推定說 是指這一個案件 然後這是指一個 一般的狀況 那現在就是回到 我們這兩週發生的事件 有肯亞的事件 有這個 有肯亞的 還有馬來西亞的 那我們現在遇到一個難題 肯亞的台灣人民 已經送到大陸去了 那現在是馬來西亞的人 馬來西亞的部分 已經送回來台灣 那當然我們要去面臨的是說 你們一直講說要去協商 要去溝通 要去這個 那個了解 那這個案件 如果我們從之前的慣例來看 如果照檢察官自己在 偵辦的情形來看 當時有被害人 他認為有上千人 那為什麼沒有一份 被害人的筆錄 或者沒有任何被害人的資料 可以來讓我們來 就這個 這個審判的部分來認定呢 這個我要去了解之後 才能向委員報告 你了解之後 但是你沒有辦法從這個具體的案例 因為現在你們在講的是這個案例 沒有辦法從這個具體案例去研判說 將來我們面對這個情形要怎麼辦 當然可以參考 部長你會讓我認為 你會讓我認為說 法務部的態度 如果今天 因為他沒有辦法 他沒有提供 我們這邊也沒有被害人的筆錄 那是不是你的結論是說 那我們就把這些人 把這些犯罪嫌疑人 或者台灣人民送到大陸去審判 因為那邊有犯罪被害人的筆錄 因為那邊有相關的券證 你會讓我們覺得你的結論是這樣子 或者你的想法 你的方向是這樣子的 我們並沒有下這個結論 因為我們說要跟對岸協商 其中也有像菲律賓另外一個案件的模式 就是說共同辦理之後 把人帶回來起訴審判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證據就可以比較取得的充實 所以合作的方式有很多種 但是都是要很仔細的討論 這個部分 互助協議你們也談很久了 這個法是98年已經就是修正 已經是訂定的 那現在5、6年了 我講的案件是2、3年前確定的案件 那我們來確認 現在法務部讓我們質疑的 因為上禮拜你當然也講說 是不是有些人的意見說 這個法律定的太輕 或者是說法院判的太輕 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聽到部長跟我們說 可能這個部分大陸的捐證 因為現在馬來西亞的這個案件 就是捐沒有給我們 你所謂的捐證沒有給我們 所以你們放人 那這個捐證沒有回來 你有確定說現在我們了解這個狀況 你去跟大陸要 大陸可以給我們嗎 大陸會給我們嗎 我不能確定啊 對啊 這樣我們怎麼如何溝通呢 我是在指引你們做的方向 至於你們做的成果 還有你要告訴我們 你們沒有拿到任何的資料 這個部分你沒有把這個事實告訴我們 那件事實我要去了解之後才能報告 是部長你可以說你不了解事實 但是你不宜直接給州委員的質詢下一個結論 或者戴一頂帽子 我覺得這個對州委員不公平 你請回 那但是我對剛才行事警察局的這個答覆 我很不滿意啊 你們這個答覆怎麼稀哩忽哩 這個剛才州委員的質詢 我請這個副局長再上來一下好不好 我我把他問清楚 我簡單的請教 您剛才說 馬來西亞這個案子你們是在 就是上個星期三知道 說預計星期五要遣返 要遣返的是20位還是52位 是20位 是20位 所以不是52位 這20位是因為非法拘留遣返 還是因為在那邊涉及詐騙 是什麼原因被遣返 他這是他們的移民官 所以是因為非法拘留把他們驅逐出境 所以禮拜五遣返 那所以因為非法拘留 這個驅逐出境要遣返到我們國家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中方的公安部有沒有像我們停 沒有跟我們這樣講 中方沒有跟我們這樣講 是大麻 是馬來西亞的告訴我們說 這20位因為非法拘留 所以我們 從事詐欺機房 從詐欺機房 裡面工作對不對 那麼有沒有相關的事 禮拜三喔 13號 我們知不知道 那個時候知不知道他們會不會有相關的 捐證跟著回來 我們有向他們提出這個要求 向誰提出來 向馬來西亞 然後馬來西亞怎麼回答 他們說這個見證他們都是交給大陸 所以交給中國公安部 對不對 那我們有沒有跟中國公安部要求要有捐證 我們有向他們 那他們怎麼回答 到現在沒有回答 是啊 這個就是關鍵啊 答覆這個稀里呼嚕的 我們從頭到尾 通通都遵守這個程序在走 我們有跟這個馬國要求說捐證 馬國跟我們講說在中國公安部 我們跟中國公安部要求捐證 一直到人也不理我們 那這個我部長我坦白講啊 我們從頭要問到尾的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的政府到底在哪一點犯了錯誤 有沒有 我們有哪一點不照程序 好像也沒有嘛 我們做到過去的慣例啊 我們的檢察官除了把人放掉之後 我們還這檢察官還能做什麼 手上沒有任何的證據啊 唯一只有這個自白 對不對 我們即便地檢主區申請機啊 地方法院也不會同意啊 對不對 我們是個法治國家嘛 那所以問題是要怪誰呢 你們禮拜三知道了說要送回來 為什麼後來又生變 是禮拜四 對不對 所以聽說說中方要求要遣送到中國 所以我們行政院才開會 要求你們去趕快把人要回來 沒有錯吧 對不對 然後人就我們接回來了 從頭到尾沒有任何的變化 禮拜三到禮拜五晚上發生的 除了中間有一個插曲 就是中國公安部說這20個他們要帶走之外 從頭到尾就是這樣的狀況 沒有見證 沒有見證 人本來就是要 就是要驅逐出境 就是要送到台灣來 從頭到尾 坦白講干立法院什麼事啊 你們行政院開會要求去要人 立法院也要求去要人 我們的口徑跟行政院有什麼不一樣啊 然後所有的罪名變成立法院的罪名 發了一個新聞稿說自己錯了 那我們是我們錯了還是行政院錯了 請回來我們下午再來處理這個問題 好 不好意思啊 耽誤各位時間 اذomen可以不想寫 我會想提醒大家 哎… 在 Spider 有時不會有coming 是不是